显示设备的三种寻止方案是直接、矩阵和光纱。 1. 直接定止方案。 在这种方案中,显示装置上的每个像素都有自己的位置,将其状态设为黑、白或更常见的是灰阶。 2. 矩阵寻止方案。 在矩阵寻止方案中,显示设备被分成行和列的网格。 网格中的每个像素都有一个对应于行和列的交集的位置。 每个寻止方案的目的是将像素的状态设定或维持为黑、白或更常见的是灰阶。 直接定止方案。 此方案用于CRT显示器,其中每个像素单独定止。 此方案的目的是将像素的状态设为黑色或白色。 矩阵定止方案。 此方案用于LCD显示器,其中每个像素都作为矩阵的一部分进行定止。 此方案的目的是将像素的状态设定为灰阶。 直接定止方案。 在直接定止方案中,显示装置上的每个像素都被单独定止。 这意味着每个像素都有自己的储存位置,并且可以设定为特定的灰阶。 此方案的优点是简单,易于实现。 然而,缺点是它需要大量的内存。 因为每个像素都需要自己的内存位置。 矩阵寻止方案。 在矩阵寻止方案中,显示设备被分成行和列的网格。 每一行和每一列成为一个矩阵。 1.直接定止方案。 直接定止方案是三种寻止方案中最简单的。 在此方案中,显示装置上的每个像素都会透过其行和列位置直接定止。 此方案的优点是,易于理解和实现。 此方案的缺点是,由于行数和列数是固定的。 因此可定止的像素数受到限制。 现代显示设备中最常用的寻止方案是直接寻止方案。 这是因为它是寻止显示器上各个像素的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法。 显示器是单独寻止的。 其状态由一位资料控制。 这样可以轻松控制每个像素的亮度以及显示器的整体对比。 直接定止方案最常用于现代显示设备。 因为它是对显示器上的各个像素进行寻止的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法。